对 当时他跟我说 他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小孩 叫我就是把空姐的公司 空姐的工作辞掉 然后你一面照顾小孩 一面到公司帮忙当直播主 在家里面当直播主 可是有时候 粉丝会跟主播之间 会想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或是甚至是喜欢主播 追求主播的粉丝也是有的 对 那其实当时我是 已婚的身份 对 那他其实 你有让网友知道你已婚吗 他就是不行 不能让网友知道 你要隐婚 就是对 这个叫隐婚啊 隐婚 对 隐藏我也有婚 那小朋友也不能哭咯 不行 这边 这边要弄这边 所以要跌到你这边 这什么画面是不是 对 那当时其实 有时候粉丝可能就是 呃 有利益的状态下 我的前夫会怂恿我 什么叫有利益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直播组的收入 是靠粉丝丢礼物 对啊 都美 然后才会有收入嘛 是 那如果有这个粉丝是 很疯狂地丢非常多礼物的状况下 就是一个有利益的状况下 哦哦哦 那我前夫会跟我说 那你就去跟那个粉丝出去吃饭 那你不要让他知道你婚 那你老公也是你的经纪人 对 说那你就去吧 因为他算是大咖客户 你就陪他吃个饭 然后隐藏你的婚姻的身份 嗯 然后这样接下来他会送更多礼物 嗯 没错 那你去了吗 去了 你演得好吗 呃 那时候就是 像朋友之间聊天吃个饭 对 但是其实对方会想要在 持续的有后续 因为他会理解是 就是我是一个可能有机会发展 成为恋爱对象的一个 嗯 的对象嘛 插播插播插播 请问他有 就是在网路上有送你游艇 送飞机 送汽车 送火箭 咻咻咻 送火箭 咻咻咻咻的这个人 见到面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工程师 其实他看起来是一个蛮低调的人 就是你走在路上会不觉得 他是一个土豪 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土豪 这种姐姐 你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处女座 金牛座 摩羯座 帮你想事情 对不对 其实怎么可能 他最后一定给你赖 对不对 我的经验 没有 我的经验是人间蒸发之间 因为我曾经 其实我周边的朋友告诉我说 文婉 你不要老是讲说人家不负责任 你要开口 开口你要给人家表现的机会 我就觉得对啊 说的有道理对不对 然后我从来不跟他联络 然后有一天我就想 好 我就照着做 我就说因为女儿越来越大的 这个学费很重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负担一点点 然后我开口了 他说那好 他愿意帮我付一个月两万块 我说不错 了胜如对不对 不好意思 付三次不见了 就三次 然后最后一再跟我讲说 我来 我最近在卖车等我一下 我跟你说 你会气死 你知道吗 然后每次要催她说 你到底会了没 到底会了没 你真的会气死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 因为姐姐虽然烧嘴 为什么问你说 不是烧嘴 你离婚多久 付几期 如果说到这种事情 你那文婉姐姐 那绝对是铁口之外 没有啦 我们经验 我们真的 他们其实是享受恋爱的感觉 在那种恋爱的时候 你爱我 我爱你 这种很甜言蜜语 或是这种 这种感觉 他会非常喜欢 一旦他的伴侣说 我们要不要考虑结婚 他会怎么样 他会吓得连夜逃走 因为他们会觉得 进入婚姻 这种就是一个 好像那种很梦幻的爱情 回到了 灰姑娘要进入现实生活 我